我們請陳翔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也自然療癒 你們的自然療癒是什麼 我的自然療癒就是把珍珠奶茶戒掉 是嗎 他們都知道你喜歡喝珍珠奶茶嗎 愛喝奶茶 可是就是 前一陣子 欸 你都知道 前一陣子太胖了 所以就是戒掉有糖的飲料 然後 開始健身運動啊 上三溫暖炒香啊 欸 天哪 啊 完全大改變耶 對 沒錯 因為只要喝奶茶的人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沉淪啊 是嗎 偽知會嗎 很沉淪 現在都喝水 很自然療癒 欸 他同一道 對啦 就是喝水加用對保養品是最重要的 喔 對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用對保養品 因為我們老是會覺得男生有時候 很偷工減料 有時候回到家連妝都不卸 男生可能 你們可能一定要卸妝吧 一定要啦 然後呢 講到這個部分我就要來問一下 那個 呃 偽禁了 所以你回到家會卸妝嗎 我一定卸 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是完全 亂卸妝 亂卸 後來 就是亂卸妝 哈哈哈 卸一下一下就沖掉了 根本一點都卸不乾淨 哦 不夠徹底 所以卸妝真的超級重要 嗯 然後 呃 除了卸妝之外 你也要做好很好的保養 是 像基本的保濕啊 什麼的 你可以用化妝水啊 乳液啊 像我剛剛 我們都在裡面掛嘛 對 它裡面也有很多保濕的系列 對 都很讚 它有示範給我們看 插在手上都覺得很滋味 哦 瞭解 因為其實你們自己本身 我剛剛看 你們手好像也比較容易乾乾的 對不對 嗯 哈哈哈 男生好像都會耶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選擇 來自於呢 這個韓國的這個 這個 因為其實 韓國天氣比較寒冷 所以會比較乾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部分的保養 是比我們更獨到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 你自己也覺得嗎 陳昌 保養卸妝 也是嗎 我覺得卸妝很重要 嗯 因為其實我以前 皮膚 在還沒有上妝之前 我跟小熊 你們的皮膚都是很好的 那種晶瑩剔透的 真的嗎 對 自己講喔 他以前的皮膚很晶瑩剔透嗎 晶瑩 哎呦 哈哈 很緊 哈哈哈 他們也沒有看過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 後來就是發現就是 卸妝一定要卸乾 之不然很容易就會長痘痘 是 所以就是 會 一定會卸很多 之後來可是我發現 卸妝王子是 偽禁 什麼 王子 王子 他是卸妝界的屁 真的嗎 怎麼說啊 因為我跟他出國 我們都住一間 對 那我一開始進房間 因為先整理行李 對啊 可是偽禁是先把他的化妝包 什麼全部彈開來 真的 然後那個 那個化妝台一半就是 偽禁的卸妝工具 對 跟化妝的工具 真的假的啊 因為很細 真的怕了 因為以前就是不認真卸妝 所以我現在都超細節 都卸了很多步驟這樣 還是本身你是所有人 裡面裝化最後的 沒有 不是不是 裝化最後沒有來啦 沒有來 沒有來 沒有來躺的也 中槍有人壞耶